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der 终于在上一次更新过后 沉寂了一个多月 迎来了相对比较大的更新 极其冷门的新职业 期间宣称会同步韩版的内容 但究竟会还原多少 又稀释了多少 就让我们来瞧瞧 还是要再提一下 因为很多测试都需要时间执行更验证 如果来不及或者未发影片 都会有文字版的更新内容 置顶在最新影片的下方 迫不及待想找答案的朋友 可以先去那边看看 也包含日版的更新相关 我都会放在下面 这次更新中套用的部分内容 理论上是韩版3.7-2的版本 关于这部分 可以去看之前的韩版更新介绍 有部分内容尚未开启 也有并未在更新新单中 确已实装的 让玩家去自行发现 原来这游戏还是一款解密游戏 首先来把官方的资料清点一下 炼金术士 刚好在上支影片介绍过 请各位自行回头查阅 但目前旧府玩的人品不多 明页坎塔 以及成长自然 整体奖励 对于新手或者无客来说 都很有帮助 务必完成 欢迎让没玩过的朋友 入更玩一下 雕刻品 职业跟装备变更 就不多说了 3个月前就讲过了 活动 个人挑战任务的部分 是比照韩版开放 每天就是打好打满 竞技场 胜利50场 输20场 参加200场 多人副本20场 还可以顺便刷刷端午节活动的兑换材料 米尔坎塔 攻略至100层 但因为每9层左右 就会有等级门槛 要挑战到100层 可能至少要200层以上 毕竟这活动也是韩版近期开的 原厂没有依照台版进度调整 属性时就不提了 终于改混正常的100%吸收 部分地图掉落装备 调降装备需求 把装备上的属性限制都移除了 不知道是为了方便新手课金配装还是Bug 目前是全部装备的限制都移除了 商城依旧是各种课金礼包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无限制购买20%的药水 并开放徽章NPC能购买商品 本来新地图刚登录的时候是有开启的 但马上又被锁了起来 依照原本原厂的进度 是先开新世俗 再开新的三张新地图 看来台版是要切到下个版本 或者下下个版本 依照目前原厂要等一个月一更新 大佬们请先睡一下 再来是补充的部分 可以强化到架石了 但开放与否只能等玩家测试了 毕竟台版目前有T5视频的人不多 而目前钓科师的皇家之路 第二张开启了 千万不要忘记去开启 其中有个金钓科师 拿出你的魔法小卡就可以拥有了 组队等差放宽到50灯 并且在有极大的等差下 极杀快物人会获取经验跟金币 代表你偶尔去低等区打素材 也可以加减哪些经验钓鱼系统的全面进化 钓鱼开始会有随机的大小 根据不同的品级大小 获取的经验也会不同 甚至同一种鱼钓到10条最大尺寸 也会有金币获取 这游戏真的是培养很多钓鱼大师啊 公会领地战时间调整 嘿同学 这么重要的更新 不说吗 改成每周日的晚上9点半到10点半 名字奖励的经验buffer 在原厂版本中也有调整 但不确定台版是否跟进 外观简式更新 可以透过放大镜先预览造型了 但如果本身武器已经有装备外观 会有bug无法检视 要先拆掉自己原本的造型 家具 虫头柜 书架 存放功能 现在不知道是恶意还是bug 能打开却毫无反应 金饰材料拆解还原止水晶系统 武器可以拆解出4到6个 防具 饰品可以拆解出2到4个 就看你有没有大成功能命 工会成员分数查询 可以查看各成员在本周的工会贡献状况 具体分数取得可以参考图表 其他杂项的调整 退款信箱可以一键领取了 新增并调整链金出来的防御抗性药水 摩登市场有贩售保险箱了 会多一个精髓的选项 每日任务的20个装备特化 改成10万金币 全职业的技能视觉效果改动并优化 地图可以剪箱子的地方便多了 UI 界面调整 其他杂项各项Bug修复 最后就是装饰品的部分 一个是被官方忽略的 端午节活动的武器家具 连文轩都不想做 果然是浪费器外活动的翘楚 兑换的材料都只能在副本中取得 隐藏任务的有3个武器造型 一个披风 吊杆 其中2个披风造型为击杀获取 武器造型任务分别为被遗忘的沙丘 骨头任务 触发NBC在上方营地 请戴上枪鸡鱼 之后提供列出的战略品 就能随机抽到 使动清洁用品系列 触发NBC在下方营地 再往左下走一点 任务比较麻烦的就是要收集 20把罗恩的钥匙 海天使反而最简单 有兴趣你也可以收集整套 豪啸山谷巧克力系列 触发NBC 在中间营地 再往右走一点 到巧克力营地 点地板的物品就可以触发任务 任务结束后 把任务盗菌放到收集册就可以取得 期间任务会需要等待一小时 身为时间管理大师的我们 就赶紧去解下一个任务 拉比亚斯吸尘器掉杆系列 触发NBC 在拉比亚斯城镇正下方的岛屿 会依序让你掉指定的物品 任务环节中也会给你少量的尼亚斯的祝福 最后提供15个祝福就能获取 披风任务 小尼路的披风 触发NBC 在南部平原的旅館左侧 任务就是简单的采集 最后两个为 击杀怪物后低距离掉落 一个是击杀夜晚才会出现的怪物 例如狼人 巴特斯特月光狼 一个是巴栋B5的范霍克 还有更多收集车的造型 跟制作类的更新 各位外观控 还不一起结起来 如果有我会注意到 但你觉得很重要的部分 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 韩版在上一次更新中 出现了新职业 墙兵 而官方的文宣 写着月光雕刻师的第六个新职业登场 我心里想了一下 嗯 没有问题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